可以看到在烏日區的法子溪旁 一名老翁虛弱的躺在提案邊 警方發現後是立即將人送醫 原來這名老翁已經失蹤了五天了 家人是心急如焚 騙巡不著 擔心老翁的安危是趕緊報警 求助警方幫忙搜尋 我們先帶您來聽一下警方訪問 好的 聽到警方表示 根據這名老翁的家人說 老翁四號晚間是開車外出後之後 就音訊全無 因為年紀大了 再加上這麼多天 不知去向 家人十分的擔心 於是在八號向警方報案 警方是立即成立專案小組 擴大調查 也經過過濾了大量的監視影像發現 先是發現了老翁的車輛 接著又發現他五號上午 有徒步的往高鐵橋下走去 於是派人進行地毯式的搜尋 果然就在法子溪旁 發現老翁虛弱的躺在地上 趕緊將他送醫 幸好經過救治 男子沒有大礙